第二个问题 同修提问 度新人的时候 担心新人业障重 初恋小房子跟不上 就叫新人少恋礼佛 每天一便为家 不知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如何正确判断 新人是否可以多恋礼佛 尽快消夜 还是保守少恋礼佛 少恋一点 保守一点 因为新人他的业障一定重的 如果你叫他念了太多 他会激活的 明白了吗 所以一定要让他 彻底地明白很多道理 然后你才能真正地 懂得这些道理 我刚刚很感动 我今天晚上跟了一个校长 一个大学的校长 我跟他见了面 没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 他说他过去把赵普书的书 全部都看过 他说今天我一共看过两个人的 这方面的关于佛学的理论方面的书 他说我看了卢台长的九八本这个白画佛法 我全部看过了 我很感动 这就是要学会 要用智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修 有两种 觉得自己有正能量 不要太担心自己 跟他讲 能够帮助尽量帮助 如果自己觉得能量不够了 那就要开始要懂得 我自己要退一步 要先度级才能度人 对不对呀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路里路发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